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集《曼德拉效应》专辑74 分享到曼德拉效应灵性经消失 只留下外院的初阶信仰形态 今集《曼德拉效应》专辑75 会进一步分享大自然、地标、植物、 童话故事和著名品牌的曼德拉效应 第一个例子是大自然植物 大家记忆里的树木是如何? 大家见过颜色最奇特的树木 是什么颜色呢? 有没有曾经见过彩色树干的树? 现今的现实里面 这种不知从何而来 树干七彩纷纷的彩虹树 相信绝大部分人一生都从未见过 但却真实地存在在世上 这种彩虹树一直存在 生长在新基内亚一带的热带雨林 可能你会想 哦,我明白了 彩虹树生长在妙无人烟的新基内亚森林 所以我们以往从未见过 真的? 这个就是真相? 原来 现今彩虹树遍布世界各地 甚至美国和夏威夷都非常普遍 思想 如果有人曾经见过这种彩虹树 必定十分惊讶 在资讯爆炸的世代 早已传遍世界各地 所有人都会在网络 电视或YouTube 欣赏过这种特别的彩虹树 但是 为什么我们却从未见过呢? 甚至 有人突然发现自己家门前 出现了两棵彩虹树 又怎样解释呢? 大家好,希望你们都做得很好 好,我没有继续继续继续 几个视频前 我认识到你会不想看 要完全不信任死的部分 到这个建筑南部 ペL 没有闻以外 续继续屏 我看了一周 渐过这里 运渐过资讯 然后 我看到了 一周 运渐很不激 放了 I filmed it I'll put the video down below if you haven't seen it I heard about rainbow trees last year and I had never heard about them in my life and my dad has been over here to the island a few times I showed him he said I've never seen anything like that before I mean I know they've always existed but they didn't I don't feel they existed in my reality now they could have I just could have not been aware of them but it's interesting that I'm hearing about rainbow clouds and then I actually see one and then with the rainbow trees I couldn't believe when we arrived you know we got the rainbow trees right here so this was just an incredible thing seeing these rainbow trees they've been here for the whole week right in front of the right in front of my room I was up there on the balcony and every morning I woke up I had them right here so I just think it's incredible that somehow they materialized after becoming aware of them I've never heard of such a thing in my life so that's about it I've got to take off I just want to do a quick video real quick on the rainbow trees you know the only thing I haven't seen is rainbow mountains however my wife did mention that her friend was at the rainbow mountains in Peru where my wife is from and I said to my wife have you heard of rainbow mountains? she said no I've never heard of them before and now your friend is sending you a picture of her in front of the rainbow mountains I mean really? I mean we didn't see them but I mean she has people talking to her about them so anyway that's about it 如果這兩棵樹一直存在在自己的屋前 又怎會不知道呢 除非這個其實是曼德拉效應的結果 我們經過的歷史 根本從未出現過彩虹樹 只是地球生態的歷史被曼德拉效應修改了 這種樹才會出現在歷史裏面 另外 現今的現實裏面 大自然還有一種顏色非常奇特的樹 就是會開紫色花的藍花形Jackaranda 你以往又有沒有從任何書籍 貨本 電視或者任何其他地方 見過這種開滿紫色花的樹呢? 如果有人曾經看過 曾经见过这种美丽得让人惊叹的紫色树 必定非常难忘 不会绝大部分人都毫无印象 而且从以上图片可见 这种紫色树并非生长在妙无人烟的森林或高山上 而是普遍生长在人类社区里面 奇怪吗 甚至现时香港都会看到它的蹤影 你有没有曾经见过呢 例如荃湾市中心的港铁站旁就有一伙 明显地对大部分人而言 这个必定是曼德拉效应 才会突然出现这种紫色花的树 第二个例子是粟米 正统名称是玉米 你的思想和记忆里面 粟米是什么颜色呢 当然是黄色 都有部分夹杂着白色果粒 并且有浅绿色和黄色的叶包裹着 轮到最奇特的粟米颜色 相信就是全黑色的粟米 如下图所见 但是现今的现实里面 原来粟米不单只有黄色 白色和黑色 更出现了多种不同颜色配搭 七彩颜色的粟米 你又曾经从任何渠道见过吗 有见过其他人食用这种粟米吗 这种拥有多种颜色的粟米 称为brew corn 产自美国境内 没错 竟然产自美国 并非任何隐世森林 而且一直存在在世上 假如以往历史一直存在七彩的粟米 并且是美国出产 为什么大部分人都从未见过呢 明显 这是曼德拉效应的现象 彩色的粟米 都是一种新现实 并不存在在我们过往所经历的旧现实历史 第三个例子 是一个在英国流传了1500年 人所共知的亚瑟王和石中神剑的传奇故事 1938年 英国作家T.H.怀德 以亚瑟王的传说 编写了著名的石中剑故事 描写亚瑟王的孩童时代 有一把插在石中的神剑 传说 能够从石中拔出这把剑的人 就是真命天子 能够打败所有敌人 拯救英国 成为全英国的王 但是 任何勇士都无法拔出的石中神剑 却被骑同阿瑟无意间拔出了 最后他成为了全英国的王 成立了著名的原则武士阶级 这个就是英国强大的起点 现在我们玩一个游戏 石中剑的故事里面 神剑插在哪里呢 1.插在一块大石 2.插在一块打铁用的铁针 虽然这个答案根本不需要回想 不过仍然给大家几秒时间想一想 开古 答案竟然是插在一块打铁用的铁针 而不是石头 神奇吗 故事的名称 无论是原文的sword in the stone 或中文的石中剑 都指明是石中的剑 但1938年的故事原稿 虽然名字是石中剑 故事内容却描述这把剑插在一块铁针里面 是否非常不可思议呢 如果当初石中剑的作者 将故事写成神剑插在铁针里面 而不是插在大石里面 难道当年作者是神志不清 完全不知道正是写着什么故事 甚至分不清石头和打铁用的铁针吗 1963年 迪士尼公司将故事拍摄成动画电影的时候 同样描述神剑插在铁针里面 而不是好像电影名称所描述 插在石头里面 奇怪吗 名列词 A legend is sung of when England was young and knights were brave and bold the good king had died and no one could decide who was rightful heir to the thron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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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我的刀 优优独播 等一会 谁把刀拿出这刀 是刀在石头 刀在石头 不可以 但看,它是 它是神奇的 换到所有的 有人把刀拿出了石头 哪里你拿到石头 我把刀拿出一刀 那是在石头 在一圈圾 这些人是青少人 你会把刀拿出了 现在说真实 我做了 就来吧 证明,证明,证明 证明,证明,证明 证明,证明 证明,证明 以上但又留下了 好的男朋友 來個愛 等一秒 誰能拘捏 一旦被拘捏 你 不做吧 毀了你 放下你的手 不可不可以 不可以 那不是不 fair 我说我们让书的书 书的书 那是我说 让书的书 书的书 走啊 兄弟 是 是 是 It's a miracle,ordained by heaven.This boy is our king. Well,by Jove. What's the lad's name? What?Oh,I mean Arthur. Hail King Arthur!Hail King Arthur!Long live the king! I can't believe it! Oh,forgive me son. Oh,please don't sir.K,Bow down to your king. 香港迪士尼樂園也有石中劍的裝飾,神劍同樣是插在鐵針, 這一點和現今大部分人的記憶完全不相符, 絕大部分人都記得,阿塞王是從一塊大石拔出神劍,而不是鐵針, 假如神劍是插在鐵針裡面,明顯和故事名稱石中劍出現嚴重分歧。 而且,在網上搜尋石中劍或者sword in the stone的字眼, 可以找到很多神劍插在大石塊的圖片,而不是插在鐵針裡面。 不少電影、電視劇和動畫,甚至香港的武俠小說, 都以真命天子才能拔出石中劍為藍本,創作出不同故事。 明顯,不論是1938年石中劍故事的原稿, 或者1963年上映的迪士尼動畫石中劍, 都因為曼德拉效應而出現了不合理改動。 但世上大部分人的記憶都沒有被改變, 清楚記得故事的神劍一直插在大石裡面, 而不是鐵針裡面。 然而,石中劍的曼德拉效應, 原來帶著一個與石安教會非常密切的共同信息, 必定會令所有石安教會的肢體非常震撼。 石中劍的共同信息是什麼呢? 首先,大家現在知道石中劍故事裡面, 神劍已經由插在大石裡面, 變成插在一塊打鐵用的鐵針裡面。 而這塊鐵針安放在什麼地方呢? 現今現實裡面, 這塊鐵針安放並固定在一塊石頭上。 1963年的迪士尼動畫, 都出現了時間自我修復, 神劍刻上了字句, 清楚寫明是插在一座鐵針和大石上。 所以,我們很清楚看到一幅圖片, 大石上是鐵針,鐵針上是神劍。 再說一次,大石上是鐵針,鐵針上是神劍。 可能你以往從未聽過稱為鐵針的打鐵工具, 它的外形就像一個馬鞍。 我們看看兩者的對比, 左邊是鐵針,右邊是馬鞍, 其實鐵針就是香港人一直俗稱的鐵鞍, 因為它的外形和馬鞍非常相似。 現在我們回到石中劍的圖片, 大家看到嗎? 圖片裡面,最低是大石, 中間是鐵鞍,上面是神劍。 所以,這個共同信息就是石、鞍、劍。 聽清楚,這個圖片的共同信息就是石、鞍、劍。 沒錯,這三個字, 和石鞍教會使用多年的石鞍劍標誌, 以及由藥華牧師所研發, 現時大家一同製造的石鞍劍耳機, 三個字是完全同音,驚人馬。 正因為曼德拉效應, 令石中劍多了一個鐵鞍, 才成就了由大石、鐵鞍和神劍組成的石鞍劍圖片。 可見,曼德拉效應是一個更上一層樓的共同信息。 而且,一把神劍插在打鐵用的鐵鞍裡面, 豈不是一幅活生生的鑄劍圖片, 形容製造石鞍劍的過程嗎? 石中劍故事裡面, 誰可以從石上的鐵鞍拔出神劍, 就是真命天子。 再講一次, 是將會打敗所有敵人的王者真命天子。 這個豈不是天馬座行動至今的共同信息, 指向香港石鞍教會 就是神命定為真命天子的身父嗎? 而且, 石鞍教會製造出前所未有最好聲的石鞍劍耳機, 豈不是正好對應傳說裡面, 拔出過一把無人能取的神劍嗎? 1963年迪士尼的石中劍動畫裡面, 當年有的阿瑟王, 從大石上的鐵鞍拔出神劍的一刻, 就有一個大光柱照耀著它, 豈不是正是由華牧斯分享超過六年的 巴黎行之聲信息嗎?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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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何是我們的王 好, 為何的名字? 什麼...我就是阿瑞 喬王阿瑞 喬王阿瑞 長活了王 我可不可以相信 我可不可以相信 我可不可以 我可不可以 真命天子将会被百利行之声光照 向世人印证谁是神的身父 但世上所有百利行之声星徒 都是指向香港 并指向香港的石安教会 动画里面 这把神剑更是从天而降 因为一度大光处照耀而插进铁安里面 And that miracle appealed In London town The sword in the stone 故事主角阿塞王 最后成为了全英国的王 成为英国的起始 并且建立了原则武士阶级 帮助他一同统治和保卫英国 英国正是以往香港殖民地时代的中主国 如果没有英国超过150年的统治 香港就没有今天的成就 也不可能建立石安教会 所以阿塞王石中剑的传说 不单止是英国历史的起点 更是香港历史 以及石安教会建立的起点 另外 阿塞王建立的原则武士 都隐藏了原则律 第四个例子 在埃及三座金字塔以外 由人类建造 世上数一数二的古老建筑 中国万里长城 中国万里长城是世上最长的建筑物 甚至有人说 从太空回望地球时 万里长城是唯一可以清晰体见的建筑物 虽然后来澄清是误存 但中国万里长城确实是世界文明 是仅似于埃及金字塔的宏伟古建筑 假如我告诉你 世上还有另一条长城 至少有五百年以上的历史 你能够说出是哪里吗 让大家五秒时间想一想 除了中国 你还知道其他长城吗 开股 答案是印度长城 是途中所见的 你见过或者听过吗 曾经看过相片 听过其他人到访这里吗 有看过任何电视节目 YouTube或者书本介绍过吗 如果以上问题 你全部都是答否 即是我从未听过印度长城 其实你并不孤单 世上大部分人应该都从未听过印度有一条长城 按现今现实 现存的印度长城称为虎柏堡 位于印度北部拉格斯坦邦 虎柏宫周边山头上有一条沿着山脊建筑的长城 和中国长城一样 城墙上有战楼 滴楼和风火台 而印度的风火台是圆形 和中国的方形风火台不同 已经有500年历史的印度长城 你曾否在任何书籍 电视节目 旅游节目 历史节目中 见过有人介绍 假如过去500年 世上一直存在这个伟大建筑 而且位于超过13亿人口的印度 怎么可能大部分人都不知道呢 然而这座印度长城 是现今现实中世界上第二座最长的长城 如果这个就是除中国万里长城以外 第二长的长城 我们又怎么会以前从来没听过呢 其实在旧现实里面 每当人提起长城 除了中国之外 就只会提起位于英国 分极开英格纳和苏格兰的哈德良长城 对比印度长城的规模 这条英国哈德良长城根本无法相比 但为什么以往从未有人提起 也没有任何书籍 杂志 电视节目 和学校货本 介绍过如此宏伟的印度长城呢 除非以往印度长城根本不存在 一直以来 印度最著名的古建筑是太基灵 和印度长城一样 大约建于500年前 太基灵被列入为世界七大人工奇景之一 但是为何比太基灵更宏伟 更浩瀚 建筑难度更高的印度长城 却没有同等的待遇 被列入世界人工奇景呢 以下的影片可以看到印度长城 非常宏伟和磅薄的景色 不过可能大部分观众 都是首次听见 和看见如之显黑的古建筑 奇怪吗 明显印度长城是由曼德拉效应而出现 大部分人以往的历史现实 根本不存在印度长城 只是曼德拉效应的新场景里面 才出现这个我们从未经历过的历史现实 第五个例子 是香港著名的服装品牌名称 同样我们先玩一个游戏 究竟这个香港服装品牌 串发是Chocolate还是Chocolate呢 是左边和朱古力英文一样的Chocolate 还是右边中间多一个O 英语里面并不存在的Chocolate呢 答案是 现今的现实里面 这个服装品牌的名称是右边的串发 在朱古力的英文Chocolate中间 再加插一个O 变成Chocolate 奇怪吗 以元朗广场的Chocolate分店为例 店铺门口是排装朱古力的装饰 明显和现今这个品牌的名称不相符 假如你发觉这个品牌的串发 现在变得非常古怪和不自然 明显和你的记忆里面 正常的朱古力Chocolate不同 其实你并不孤单 因为石安教会策略家邵传威 一直是这个品牌的常客 家中至少有25件衣服来自这个品牌 却突然间发现这个品牌出现了明显的改动 变成了Chocolate 以下是全威策略家 亲身见证服装品牌Chocolate名字的改动 首先先指声明 我其实不是Chocolate的粉丝 或者代言人 不过我相信在这间教会里面 用得最长的这个产品应该是我的了 其实在十年前左右 我就开始用这个产品 那么多年里面 这十年里面 家里面 连我太太 我自己 所有的 比如T-shirt 褲 帽子 外套 合买 应该是有25件 当然我不会这么借钱买那么多 大部分人家送的 小部分我自己买的 为什么我会买这个牌子呢 其实就是因为我的尺寸 在香港是很难买衣服的 如果我找到一个品牌 適合我的尺寸 已经很感谢主的 而且它的Quality 质料真的很好 很舒服的 所以我就钟情了这款牌子 都是逼不得已的 好了 这个牌子 其实我亲自去过 他的专门店 旗艦店 都不少次数的了 我亲自是会员 又进过去买 别人送给我 又拍了照片 那么多年加起来 炒出来 是令我吃了镜 因为为什么呢 是昨晚 Benny对完片跟我说 大家知不知道 这个Chocolate 这个英文转了 加多一个O 我当时穿着 Chocolate的T-shirt 文威也是 那我立刻看 一看 不是吧 我从来没见过 一个这样的英文字兼 从来我面对 Chocolate这个牌子 这么多年 看这么多次 买这么多次 穿这么久 我都没见过这个样子 没见过这个字 当时一看 眼睛都凸了 而且这么噁心 为什么 Chocolate 英文又不合文化 又很噁心 所以当时我立刻 去文威那件T-shirt 即它都是正货 那我立刻看 又是变了Chocolate 那我就跟他们说 等我回去 找回所有的Chocolate 的T-shirt 什么都好 找出来看看 无论它的 小的类型 或者有些是大的 整个封面 找回来看 谁知道 看完每一件 令我惊讶 每一件都变了Chocolate 然后我立刻上网 搜索的Web site 全部都是Chocolate 是没有Chocolate 这个字的 我相信大家如果真的 问业内人士 又或者问一个发明者 其实他可能会告诉你 一向都是Chocolate 大家都知道 加多了O 在中间变成Chocolate 那为什么我肯定变成了 原因有几个 第一就是 其实Chocolate 这个字 我是认识了 接近50年 因为我有一年級 读英识名校 已经面对这个字 认识了50年 所以我绝对肯定 寸字 因为我英文也很高分 所以我的寸字是很准的 所以我一向都知道 这个字是怎么寸的 这是第一 所以不可能是认错的 根本Chocolate 这个新字 根本不是一个字 不是英文字 字典你找不到 所以我认识了50多年的一个字 居然变了 这是第一 第二 其实我对英文的 发音和寸字 是很敏感的 所以 现在主日很多那些 他们的字 都被我挑到的 所以 我认识这个牌子十年 穿了十年 如果它变了 我没有可能认不到 我没有可能不知道 因为 第一 我很敏感 第二 我对这个字很认识 所以 绝对不可能是 以前 旧的 不是Chocolate 甚至 巧克力 这个品牌 也是因为这个字 改名的 就是Chocolate 不是Chocolate 所以 变了 我绝对肯定 不知道是否昨晚 Benny 叫我看完之后 我去到另一个 平行场景 但是 真的变了 就是 网上 所有家的 25件 全部都变了 但是 问题 就是 我每一次 出入他的旗舰店 就是 大商场 大家都知道 他用黑白戒转 就是黑白巧克力 他招牌很大 如果变了两个O 那么噁心 都不是字 我一眼就看到了 每次我出入都不会察觉到 那 肯定以前是未变的 还有 令我联想起一件事 很有趣的 就是 你想想 如果真的要去改字 是谁改的 多数是我们 为什么呢 你发觉 Chocolate 改了加到O 其实是广东音 是巧克力 只有 我们 广东人 玩一些 发音 字眼游戏 才会这样改 是特意和我们自己 说 明白吗 所以真的是 时间穿梭 这个真的很真实 大家都可能猜不到 但是 亦都 可能知道 就是一个英文字 大家都很常用 和 常见到的 就是 Banana 这个字 现在因为 曼德拉效应 都已经变了 变成了 如何呢 其实大家都一般 以你们的 记忆 是 B-A-N-A-N-N-A 但现在是 B-A-N-A-N-A 但是 我为什么 是绝对 肯定 一定是 B-A-N-A-N-N-A 因为 很简单 因为 我其实都说过了 我是从小到大 都在英式名校 那里受教育的 亦都在外国 有三年留学 以及住过在英国 三年 加上 其实我认识这个字 已经五十年了 为什么呢 因为 我是由K-2 就是 一个 幼低班 开始 就是我四岁的时候 已经认识这个字 一直到现在 我五十四岁 其实 已经是五十年了 我认识了这个字 无论 发音 无论是串字 已经进入了前意识 一定是 B-A-N-A-N-N-A 但是现在 你去市场 或者你网上看 任何地方 字典也好 都是变了 B-A-N-A-N-A 是不是很神奇 所以因为 访问我是 比较适当 因为我差不多 英文对于我来说 已经是无语的了 因为我由 幼稚园开始 到 就算是 中七 都是西人 英文老师 英文教学的 所以 变成我是 很肯定 这件事 也都 绝对 无误 是可以 证实给大家 这个字 是改了 原本真的是 是B-A-N-A-N-N-A Banana 但现在 是变成B-A-N-A-N-A 从以上访问得知 原来香港服装品牌 Chocolate 已经因为曼德拉效应 中间多了一个O字 变为了Chocolate 并且 最普遍的生果之一 香蕉的英文串法 一由旧现实里面 N-N-A结尾的Banana 变为少了一个N字的Banana 甚至现在所有官方字典的串法 都已经是Banana 第六个例子 是香港以至全世界人都认识 口号是 一定有一间在左近的24小时连锁便利店71 这间世上最大、最文明、分店最多的便利店 它的标志原来已经无声无色感 因为曼德拉效应而改变了 现在又和大家玩一个游戏 看看大家记忆里面的71标志是怎样的 左图的71标志 是一个阿拉伯数目字7 加上全部大家英文组成的11 右图的标志 同样是一个阿拉伯数字7字 加上首五个大家英文ELEVE 以及结尾的世界N字 组成11 是左边全部大家的11正确 还是右边首五个英文大家 结尾N字世界的11才正确呢? 让大家五秒时间想想 好,开估了 现今的现实里面 由1969年开始使用至今的71官方标志 都是右图以世界N字结尾 奇怪吗? 竟然,一直以来71标志的英文字11 最后一个N字是和其他字母不同 唯有最后一个字母是世界 其余全部都是大家 这一点和很多人的记忆不相符 例如图中的网站 曾经有人将71的标志 改为另一种字体 让人看看字体对标志外观的影响 网页里面 除了官方原版的71标志 以世界N结尾 其余所有经这位网主 改动了字形的71标志 都是全大家 包括最后一个字母都是大家N 试想 如果有人花心思设计不同字形的71标志 让人看看不同效果 试问这个人又怎样会那么大意 连大世界都不分呢? 这位网主设计这些字形的时候 他看见的标志必定是全部大家 所以他的作品都一样 而不是新现实最后一个世界N字 明显地 世界著名便利店71标志 已经因为曼德拉效应而被改动了 因为码外面 那么多是未经许 整个人想想不去 最后一个人想想不去 明显地